大家好,我是巴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在你们那儿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它是两片早餐饼干 中间夹着馅儿 或者南瓜饼 刚炸出来的时候 中间的南瓜饼软软糯糯的 外面还很酥脆 印象中好像只有小时候吃过这个 长大以后好像就很少见了 我原以为它应该叫南瓜饼 不过后来我发现 可能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都好像有长相很类似的小吃 比如在福建 当地人喜欢把芋泥夹在中间 做成芋泥饼 据说这也是闽南一带比较古早的小吃 看着就还挺想尝尝的 我学了一下 做起来也很简单 正好到元宵节了 就很适合做这种圆圆的东西来吃 早上刚买回来的大芋头 把泥洗干净 然后去皮 这个芋头你去皮的时候最好戴个手套 不然可能会过敏手痒痒 不过我好像不会痒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 应该半个就够了 先蒸熟 差不多二十来分钟的样子 趁热就给它压成泥 这种看起来粉粉的芋头 做的芋泥会很好吃 然后加一点糖 一点点这个紫薯粉 会让这个芋泥的颜色变得更容易吸引小门口的小学生 加一点点牛奶来调整干湿度 或者也可以加炼乳 如果芋头比较粉的话就要多加一点牛奶 像捏橡皮泥一样把它们揉捏均匀就好了 保留一点点芋头的颗粒 看起来更加货真价实 尝尝够不够甜 这样芋泥就做好了 除了做馅料夹面包 甚至还可以用来调奶茶 如果要做成南瓜饼呢 用这种老南瓜是最好的 去皮 把这个筋去掉一些 不然会影响口感 切成小块 也给它蒸熟 蒸完它已经变得很软了 压碎再加一点糖 这个是糯米粉 糯米粉要分次加 如果蒸完的南瓜比较湿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糯米粉 直到它可以捏成一个面团 这样就好了 我还额外做了一点麻薯 这个麻薯自己在家里做其实超简单 用牛奶加糯米粉蒸熟就好了 详细的步骤写在视频的最后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收藏试试看 趁热捏一点黄油进去 很像史莱姆 再不停地拉扯 这个麻薯的质感就会变得很好 冰箱里还剩几个做月饼剩下的咸蛋黄 用烤箱烤一下 再拌一点肉松 可以做蛋黄肉松夹心 做这个用的饼干 就是这种很普通的早餐饼干 这个饼干直接吃的话 甚至会感觉有点硬 我小时候都喜欢蘸蘸牛奶吃 就一点芋泥把它搓圆 夹在两块饼干的中间 就像这样 厚薄完全就看自己的喜欢 南瓜饼的话就不能太厚 不然容易炸不透 你自己做的话甚至可以把它做成双拼的 这种外面肯定买不着吧 芋泥也可以包上麻薯 还有蛋黄肉松 这两个肯定也很好吃 纯芋泥的这种外面小摊卖 好像是两块钱一个 加料的话就得加钱了 一下子就包了好多 应该够吃了吧 这里有一只包的特别厚 因为里面有很厚的麻薯 下锅之前四周再滚一点鸡蛋液 滚上一圈芝麻 这个芝麻你可以多一点 炸的时候你就能闻到有多香 油温差不多是170到180度 用中小火 炸到两面焦黄就可以出锅了 多蘸一点芝麻 炸过就会变得很香 然后炸完你就分不清哪个是哪个馅了 一不小心就做了一大盘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馅料好像长得都是一样的 这个吃的时候可能就跟开盲盒一样 那就来尝一下 哇真的是麻薯的 我拔开给你们看 就玉米搭配麻薯真的很好吃 其实这个早餐饼干你直接吃的话 它是口感有点硬的 但炸完以后它会变得很酥 而且外面芝麻的味道很香 嗯好吃 我感觉做的这个麻薯还挺成功的 看看这支是什么 哦这支是肉松的 咸蛋黄肉松 哇 这咸蛋黄肉松 搭配这个芋泥最好吃 福建那边的这个芋泥饼 其实最原始的就是应该就是 纯纯的这种芋泥馅 我觉得这个就算你们没有吃过 但这个搭配你想想就会觉得很好吃 而且还很好看 感觉现在街上的那些小吃 就是做的越来越精致了 而且价格可能也更贵了 我偶尔再回去吃这种 看起来比较古早的 小时候吃的那种小吃 还是会有那种不一样的幸福感 就是它是带着回忆的 大家有什么其他小时候吃那种 古早的小吃 也欢迎弹幕或者评论发给我 感觉好像可以开一个 古早小吃系列 我吃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吃到 南瓜的 还有那个双拼的去哪儿 这个是南瓜饼 南瓜饼就还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吃起来里面就是很糯很Q的 而且南瓜饼味道就是很香 那这期做的这个古早小吃 芋泥饼和南瓜饼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它的做法和用料都很简单 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家里做做试试看 下期见 拜拜